第九十六集 私家老宅 穿着一身香奈儿最新高定的名媛坐在沙发上 殷勤体贴地给老太太泡着茶 口中乖巧体贴道 奶奶 九哥这段时间不在家 千语怕你一个人寂寞 特意过来陪你 老太太手里捏着一串佛珠 面色不变地点点头 嗯 你有心了 不过 我也不用你们陪着 你们照顾好自己便可以 明媛急忙附和道 奶奶说的是 其实陪奶奶这种事情 怎么也轮不到我来做才是 只是 明媛刻意顿住了话音 看了老太太一眼 随即才继续开口 听说 九哥的闹位 这次跟着九哥一起去了 九哥不在 若替姐姐又要一个人忙公司的事情 分身乏术 我这才会多事 来这一趟 奶奶可别嫌弃我 老太太闻言 转动佛珠的手顿了顿 你说晚晚 跟着小九一起去币国了 是啊 奶奶你还不知道吗 是我多言了 明媛姨父发现自己说错话了的表情 晚晚怎么会跟着小九童去 见老太太追问 明媛这才姨父为难的表情开口道 这 这 大概是 叶小姐和九哥的感情太好了 舍不得离开她吧 听说早上闹了好半天 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后来又说 做了噩梦 梦到了九哥这次去会有危险 怎么也不肯让九哥走 九哥实在是没办法 所以便带着她一起去了 老太太听了这话 平静的脸色顿时不易察觉地沉了几分 尤其是在听到那一句 九哥这次去会有危险时 老人家本就对这些事情比较忌讳 即使是随口说的话 未免也还是有些不舒服 只为了让小九留下陪她 就能随便把这些话说出口 老太太闭了闭眼 心中长叹一声 终究还是年纪小 心性不成熟 世人只知道 她的小九处在那个位子上 是多么地尊贵和高高在上 却不知她走到今天这一步 到底吃了多少苦 甚至是如今 也只是表面上的平和 外面和私家内部 有多少暗藏的危机 多少人盯着她 那些人随时等着她有丝毫的破绽 便会扑要上来 要置她于死地 她一时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 孙子从小到大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几乎从没有感受过 任何属于她这个年龄的快乐 无论那女孩的过去怎样 条件和家境如何 只要能够让她的小九开心 她便可以忍受她的一切 但如今 她也不得不为孙子的未来担忧 如果执意让这样一个女人 做当家主母 未来小九的路 将会难走数倍 她已经这把年纪了 还能在小九的身边几年 若只是家庭和条件不好 自身聪颖贤惠 倒也是能弥补 怕就怕 唉 她最满意的孙媳人选 还是若曦 若是有她在小九身边辅佐 百年之后她入土 也能安心了 无奈小九对若曦丝毫没有那方面的意思 或许 等小九回来 她该跟她好好地谈一谈了 碧国 四个人飞机平稳地在停机坪上停了下来 一行人转往酒店 今晚会稍作休整 碧国如今正局不稳 四叶寒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途中不能飞行 只能驱车前往 全程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 整整三天时间都在途中 途经的城镇条件也无法保证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训练有素 自然不会在意这种小事 但若带上夜晚晚这么一个 一看就娇滴滴又是多的女人 众人难免心中都有不满 毕竟这次的谈判非常重要 容不得丝毫地差错 一到酒店 四叶寒就开始进入了工作状态 夜晚晚拖着下巴 趴在她的办公桌旁 哼 工作工作工作 你就知道工作 你那破电脑比我还好看吗 四叶寒手下敲击键盘的动作不停 余光朝着女孩看了一眼 随即微微偏了下头 在女孩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 算是安抚 夜晚晚的脸色顿时黑了 要不要这么敷衍打发小猫小狗吗 夜晚晚一脸严肃地盯着她 我要一个深吻三分钟的那种 四叶寒手下的动作总算是停住了 寒潭之中仿佛隐匿着火种 盯着身旁的女孩 然后开口道 等我忙完 等你妹呀 夜晚晚简直崩溃了 为了让她能稍微休息一会儿 她都拼了好吗 结果这家伙的回答 简直让她吐血 这家伙这么拼到底 是为什么 她总感觉 死夜寒的身后 好像是什么在追赶着她似的 可是 到底是什么 能够威胁到大魔头啊 这日子没法过了 夜晚晚觉得自己再待下去 能被气死 于是气呼呼地跑出了房间 她干嘛要生气 她自己要这样的 反正跟她又没关系 走到大堂的时候 夜晚晚看到了刘盈等一群人 看到夜晚晚在大堂里晃荡 刘盈顿时满脸阴沉 叶小姐 碧国夜晚并不安稳 您还是待在屋子里 不要随意乱走为好 否则出了事情 我们必然要分神去救你 夜晚晚心情正郁闷着呢 闻言当即冷笑一声 刘盈队长 这句话我原样还给你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 你今晚有血光之灾 你还是待在房间里 不要到处乱走为好 否则耽误了事情 拖了大家的后腿可就不好了 刘盈满脸的嘲讽 哼 我有血光之灾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刘盈身旁的其他几个手下 听到叶婉婉的话也纷纷摇着头 觉着好笑 叶小姐 我们队长上次流血 还是三年前呢 是啊 以我们队长的身手 根本没人能进得了她的身 更别说让她受伤流血了 血光之灾什么的 这确实太荒谬了 叶婉婉打了个哈欠 懒洋洋地朝着那些人看了一眼 唉 我算的话可是很准的 既然你们不信 那就没办法了 叶婉婉走后 大堂里的一群人全都笑开了 呵呵呵 居然说我们队长 会有血光之灾 这简直是我 今天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了 就是就是 这个笑话 我可以笑一年 叶婉婉溜达了一圈 发现附近有个海滩 于是走了过去散散心 沙滩边上有一块大石头 叶婉婉抱着膝盖坐了上去 看着眼前翻滚的海浪发呆 突然有一瞬间的迷茫 重生后 她的打算原本一直都是 暂时安抚好四叶海 然后想办法重获自由 过属于她自己的人生 可是现在 不知不觉之中 她的人生 与内人的交织 却越来越多 连她自己都无法分辨和弄清楚 她的未来到底会怎样 叶婉婉抱着膝盖 蹲在那里 不知不觉 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黑暗中 暗中保护叶婉婉的女保镖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立即恭敬地开口 对着手机那头 报了自己的位置 很快 一个奇长的身影 朝着礁石的方向走去 俯下身 将女孩抱了起来 大概因为察觉到的是 熟悉的气息 叶婉婉立即自动自发地 钻进了男人的怀里 嘴里喃喃地咕弄着 过分 太过分了 想让我守活寡吗 不会 低沉的声音开口 骗子 大骗子 前世 他们若是没有离婚 他最后的结果 肯定就是变成寡妇 第二天早上 叶婉婉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在 酒店房间内的床上了 四叶寒并没有在身边 八成又是跟那帮高层 开会去了 叶婉婉无奈地 抚了抚额头 换了衣服 起身去楼下的餐厅吃饭 冤家路窄 他刚迈不进去 就看到刘颖和他的 护卫队也在吃饭 一群人高马大的 护卫保镖们 在看到门口处走过来的 叶婉婉之后 吃饭的动作 瞬间全部都停住了 一双双眼镜 齐刷刷地朝着 叶婉婉看去 那眼神 很是难以形容 叶婉婉健壮 眉头眉头 眉头微微上挑 随后视线下意似的 朝着人群中的 刘颖看去 然后他就看到 刘颖坐在餐桌前 一如既往地 穿着一身黑衣 脸色是前所为有的难看 大概是因为知道 队长今日的心情不好 他四周的手下 全都静悄悄地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看到叶婉婉之后 众人的眼神 下意识地 全都朝着 自家队长的脑袋看去 随后 叶婉婉便顺着 众人的视线 清楚地看到 刘颖的额头上 包扎着一圈 白色的纱布 纱布上 渗着鲜红的血迹 叶婉婉健壮 憋闷了一整天的心情 顿时大好 悠悠走了进去 还故意挑了 刘颖对面的那桌 坐了下来 一手托着下巴 欣赏着 刘颖额头上的纱布 哎呀呀 我这是眼花了吗 这不是咱们伸手了得 三年没有流过血的 刘颖队长吗 居然被人打得 逃破血流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刘颖的脸色 黑得比他手边的黑咖啡 还要黑几分 手中的勺子 瞬间被捏弯了 那些昨晚口口声声 嘲讽叶婉婉的护卫 此刻全部都埋着头 咳嗽声此起彼伏 觉得自己的脸生疼 谁会想到 这女人的话 居然会真的应验了 简直见鬼了 叶婉婉看着那一群 跟安春一样的大老爷们 面上笑呵呵的 现在知道 我的挂有多准了吧 怎样 有没有人想让我帮着 算算吉凶啊 我给你们打八折哦 还要帮他们算挂 听到夜晚晚的话 所有人的表情都是 满脸黑线 夜晚晚在那幸灾乐祸 也就算了 居然还妖言获重 刘颖强忍着怒气开口 叶小姐还请慎言 昨晚我不过是运气不好 刘颖身旁的一个身形销瘦 替着平头的青年 估计是刘颖的拥堵 见队长被侮辱 脸色有些不好 叶小姐 这种事情 还是不要拿来开玩笑了吧 夜晚晚这会儿心情不错 倒是没跟她计较 而是朝着说话的青年 打量了一眼 你叫什么名字啊 青年愣了愣 然后回答 宋静 啊 夜晚晚顿时多看了她好几眼 神情很是微妙 没想到居然是她 叶小姐有何指教 宋静总觉得夜晚晚那表情 叮得她有些发毛 夜晚晚捶着毛子笑了笑 伸出手 做了个掐指的动作 随即抬头 看向宋静开口 我方才为你算了一贯 算出 算出什么 宋静下意识地问道 旁边一群看热闹的虽然不屑 倒也好奇地朝着夜晚晚看去 想看她又想胡说八道什么 夜晚晚悠悠地道 算出 你近期会有一节 众人文言嘴角微抽 又是有节 能不能换点新鲜的 宋静面不改色 什么节 夜晚晚摸摸下巴 斟酌了一下措辞 嗯 算是桃花节吧 众人愣了愣 暗自赋斐 桃花节是个什么鬼 不是桃花月哦 而是桃花节 而且此节非常凶险 夜晚晚一副 煞有见识的表情 归结于她超强的记忆 即使是前世其他人的 只言骗语 只要她注意到了 便会记得很清楚 她记得前世那件事情 发生很久之后 有几个护卫闲聊的时候 提及有个叫宋静的 在毕国的时候 被一个国外的鸡肉男看上了 差点菊花不保什么的 故事相当劲爆 现在刘颖的事情应验了 恐怕宋静的菊花也 担忧啊 夜晚晚拖着下巴 语气鼓挂 我这边倒是有破解之法 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吗 八折哟 宋静的脸色微黑 不必了 感谢夜小姐关心 夜晚晚一副担忧的表情 真的不用吗 是真的很凶险啊 可能会对你造成极大的创伤 虽然据说最后没有得逞 但是肯定造成了 巨大的心灵创伤和阴影啊 从落沉就能看出来 一般直男对这种事情的阴影 有多严重 见宋静全然不以为然 看着夜晚晚的眼神 仿佛看着一个傻子 夜晚晚只能遗憾 看得叹了口气 不再多言 吃完饭便回去了 看着夜晚晚离开的被咬 宋静一脸无语的吐槽 这女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身旁有人好笑地摇摇头 是有点神神叨叨的 可是队长那件事 她居然真的说对了 那是她狗屎孕而已 你跟她一样脑子出问题了吗 还桃花结 还异常凶险 完全不知道她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让她们打开了吗 我们查理一下 给予讨厌